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不长肉的纯玉米面的菜团 满满的都是蔬菜,皮薄些香 把一把小白菜和炒菜剩下的芹菜叶清洗干净 锅里水开放适量的食用油和食盐 倒入青菜焯一下水 这样会使菜的颜色更好看 焯好水的蔬菜捞出来挂下凉水 挤干里面的水分 然后放在菜板上把它切碎 切好的蔬菜先放到大碗里 切成湿的胡萝卜也放入锅里煮软,切碎 泡发的木耳中间也切几刀 一块放入大碗里 锅里的油热倒入鸡蛋液 快速地炒成鸡蛋碎 倒入蔬菜里加入葱花 食盐,胡椒粉和蚝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一勺面粉增加粘性 把面粉搅拌均匀之后 抓一把放到手里 两手来回它团的圆形 把菜团放到玉米面里 均匀地裹上一层玉米面粉 攥出水费 再裹上一层玉米面粉 就这样重复二到三次 全部做好后放到蒸屉里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在中间来调个蘸汁 蒜泥里加入芝麻、丝盐和鸡精 两勺辣椒油、生抽、香醋、香油 搅拌均匀 外浓的蒸料汁就做好了 蒸好的菜团打开锅盖 满厨房豆子清香味 家里什么蔬菜都可以放 皮包蟹大 营养好吃 又低脂 吃多了也不怕长肉 再上刚才挑的料汁 太美味了 感谢支持 下期见